醫院管理局專科醫生培訓名額 來年將會創新高 但局方仍然憂慮 難以填補醫生流失 因為醫管局上年度整體醫生流失率是4.4% 局方說會盡力儲定新血 應付未來醫療需求 醫管局計劃在1516年度 請多120個住院專科培訓醫生 去到一共431個 交上年度增加3.8% 醫管局醫療即是總行政經理彭菲周說 當中70個名額 是預留給兩間醫學院今年新增的醫科畢業生 431個專科培訓名額入面 增幅最多的是內科 較上年度增加20個到94個 也是專科培訓名額入面佔最多 彭菲周解釋 因應糖尿病、心臟病等病患人口增加 內科需要儲更多新血醫生 其次的是麻醉科 也增加18個到43個名額 骨科就增加15個名額到27個 彭菲周說 醫管局有意加快處理關節支援手術 縮短骨科專科門診輪候時間 以及配合外科發展 所以骨科和麻醉科醫生需求大 另外外科和急症科分別增加11個和4個 去到46個和42個 但彭菲周坦然增加專科名額 仍然難以追上服務需求量 加上私家醫院不斷擴張 港大和中大的私院也即將啟用 預料會繼續分薄公認醫生人手 新兼急症室主管的伊麗莎白醫院 副行政總監何曉輝說 醫院今年獲分配5個急症室專科醫生培訓名額 但他說仍然無法追回之前流失所造成的空缺 整體幫助不大 另外醫委會去年將執業資格市 由每年一考增加到兩次 以吸引非本地畢業醫生投入市場 而醫管局招聘價非本地醫生也逐年增加 何曉輝相信能通過執業市 證明非本地醫生的水準和本地醫生差別不大 ONTV 東網電視 新密台北